- 台湾小瑞,台湾小瑞你开麦,小瑞 - 捷克先生你好 - 台湾小瑞你好,安安几岁哪里人 - 二十一岁新北人 - 二十一岁新北的小瑞 - 好年轻的小瑞,我记得没错的话 - 您是国民党的,对不对 - 今天这个话题您最有资格来聊一下 - 好,来,说吧 - 没有,我只是看到大家刚刚一直在聊通路 - 就是害我也有点想说 - 你不是把focus在国民党 - 好,来,您说 - 就是我觉得 - 当然我说的都不是 - 就是我们没办法认定这是事实 - 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下来 - 我认为中共根本就没有想要 - 就是到目前为止 - 它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想要统一台湾 - 就你看从很多事情 - 你从很多方面去看 - 选举一到共机就会自动来绕台 - 那他这究竟是 - 究竟是想跟国民党合作一起统一 - 还是要帮民进党的 - 这其实很难说啊 - 这我觉得他总有这些 - 说不清的道理 - 当然我也不代表 - 但是我这么说也不代表是国民党真的相同 - 国民党的高层我也觉得压根根本就不想统一 -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各自的利益 - 那台湾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来说更像是一种 - 让所有的中国人民 - 让所有的中国人看看 - 台湾现在长这个什么样子 - 然后这时候我共机绕台 - 然后去帮民进党 - 民进党选上又把台湾搞了 - 然后中国人就开始把台湾当成一个笑话来看 - 就是还有所谓的会台政策 - 真的有会台吗 - 我们台湾人民有感受到吗 - 讲真的我们 - 水可能没有流下来啦 - 它上面那样水没有流下来 - 对水根本就没有流下来 - 那你究竟是在帮助台湾的资本 - 还是 - 还是真的是你有 - 有让我们台湾人民感受到 - 你们大陆是对我们和善的 -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方方面面看来 - 那如果我们再讲回过去 - 像228那个阶段 - 究竟是我们国民党做的太差 - 还是共产党有在中间挑剥离间 - 很多都嘛 - 很多民进党的 - 就是像我之前常常讲过 - 像王世坚他爸就是共产党党党 - 对 - 然后来台湾之后就被抓了 - 是 - 那很多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 - 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 -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没办法说清楚的 - 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共很高明 - 他的手段都非常的高明 - 但不代表他这么做不正确 - 就是他只是为了他自己 - 要达成的目标手段 - 像是大陆人都会卖 - 都会笑台湾又跟美国买破铜烂铁 - 对 - 但是为什么美国不敢卖我们真正好的飞机 - 真正好的战斗机 - 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军事人才 - 早就已经被中共吸收了 - 美国怎么可能敢卖真正顶级的武器来给我们 - 有多少军官很上面的等级 - 然后有卖资料给中共过 - 我相信这个新闻在台湾没少过吧 - 美国怎么敢卖真正好的武器给我们 - 根本就不可能 - 就是我想表达的是 - 共产党现在根本就压根 - 只是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在用 - 所以相对来说 - 我觉得现在很多网上 - 网络上的人都叫我们什么 - 要抱着民主大义啊 - 然后要统一啊 - 要回归啊 - 我想法也一直慢慢在变 - 我会慢慢觉得有点可笑 - 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生在台湾 - 然后要变成这个样子 - 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子的罪过 - 就是我们明明就是只想吃好穿好 - 然后过好自己生活的老百姓 -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关心政治 -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- 就是我自己是蛮痛苦的啊 -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一个想要吃好过好 - 想要过小确幸的老百姓 - 却要去扛那个什么民主大义是不是 - 是这个意思吗 - 对对对对对 - 就是如果站在台湾 - 就是大部分台湾人的角度 - 应该是这样 - 那就是共产 - 那我也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- 但是中共一直在表面上的对我们释出善意 - 在我的理解上看来是表面上的释出善意 - 但是你实际上做的真的是在帮助台湾吗 - 在我看来感觉根本就不是啊 - 国民党现在的高层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- 就是什么我们致力于两岸和平区域发展嘛 - 然后什么什么的 - 但是却有时候又去做出很多跟小绿一样的事情 -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非常的让我失望吧 - 但是我还是一样会继续待在这个党嘛 - 因为我喜欢这个党他当初的精神 - 所以我才选择要留在这个党 - 然后改变这个党 - 这是我的理想嘛 - 这是我自己的理想 - 当然事情不可能是我们方方面面想的那么简单 - 那当然大陆也会 - 大陆人民也会说就是 - 凭什么我们要站在台湾的人的立场着想 - 来当初国民党什么 - 偷黄金来台湾什么 - 等等很多 - 这就是说不完恩怨 - 但是我们就已经出生在这里了 - 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- 然后我们要接受的这样子现实的情况 - 其实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只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- 政治对他们来说 - 其实就是我觉得人民就是被政治操弄的一种 - 国民党内部对两岸路线要不要来一次大辩论 - 我觉得就是要或不要都无所谓 - 或者应该我应该怎么说 - 应该说就是国民党现在就是有非常多理念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- 是啊 - 对那如果你今天做大辩论了 - 你觉得那些跟我们理 - 假设我们赢了 - 然后对面的输了 - 那你觉得他们会服从我们的理念吗 - 就算你来一个大辩论有什么用 - 你得要绑住他的利益 - 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让他信服这个党 - 而你只使用大辩论 - 然后你辩议他了 - 然后呢 - 他还是会做着继续自己想做的事 - 除非你对他的利益造成的威胁 - 他才会听服于你 - 现在国民党就是处处都是充满这样的人 - 各自坐山为王 - 然后在地方上就是 - 像花莲王复婚 - 像花莲王复婚期 - 他就是花莲的王啊 - 那你说国民党能撼动他在花莲的地位 - 没有办法嘛 - 如果他今天假设他喊一句 - 他不要国民党做怎么样的事 - 然后国民党要他做怎么样的事 - 但是他就是在花莲 - 你没办法撼动他 - 因为他在花莲他就是选得上 - 就是你来一个大辩论有没有用啊 - 你讲的是国民党的现状啦 - 就是说大家是因为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啦 - 是一个利益的结合体 - 那就是说你有一个大辩论 - 你至少厘清了一个我们的核心的理念的 - 大家共同要认同这个核心理念在一起嘛 - 起码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嘛 - 不然道不同 - 怎么相为谋 - 那现在就是像现在国民党就是有这个问题嘛 - 大家道不同的人是相为谋的 - 所以我才问嘛 - 当然你讲的也是现实啊 - 那怎么办 - 那难道这样他就要 -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大辩论可能会有一些出走潮啦 - 对一定会有一些出走潮 - 就是你要不要这样做咯 - 或怎么样 - 可能也不一定多大啦 - 大辩论后可能有个小出走潮 - 或大出走潮 - 谁知道 - 但是就是说你这样做 - 会不会可以让大家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- 那这才是政党的本质嘛 - 不然你现在 - 你自己也承认 - 大家都是利益的集合体 - 那你妈的 - 那民进党给的利益更多了咯 - 哈哈哈哈哈哈 - 是不是说 - 好不好 - 对对对对 - 好啦 - 那个贵党 - 自知使劲而获得 - 对啦 - 你们贵党内部去想一下 - 看你要不要反应给那个朱主席 - 好不好 - 虽然我 - 他们记得有鬼啊 - 对对啦 - 就只是看看嘛 - 你们由下而上也许不知道 - Who knows - 好啦 - 好啦 - 好 谢谢你啊 - 小瑞 - 谢谢你的分享啊 - 好 - 谢谢你 - 谢谢你 - 谢谢你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